嗯 好 要化被动为主动 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 子敬啊 你们一定要清楚 目前我们要抓的重点就是 尽快把这个案子依法判掉 平息广大死难者家属的愤怒情绪 现在社会上都知道是放火 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所以你们检察院这块 一定要特事特办 对放火犯罪分子尽快起诉 王省长 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带回去 好好地研究一下 在法律规定的最短时间内 对涉嫌放火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老书记 我是您领导教育出来的 一名正派的国家干部 今天我出于极大的义愤冒着很大的风险 向您和人大举报我是 陈光伟主任周秀丽违法批准苏阿福 大盖门面房的严重毒质问题 众所周知 大富豪娱乐城门前的违章门面房 严重影响了五月十三日的火灾救援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王省长 毒质犯罪这一块问题也比较大 侦查难度也比较大 意料之中的事 是 子敬啊 我相信一定会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王省长 我们动作很迅速 可还是出现了 串供 土改 假造证据的现象 这样吧 对土改证据弄虚作假 抗拒查处的 可以考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从众处理 不过有一点 最近我要提醒你一下 可能你心里也有数 就是咱们常山干部队伍的情况呢 比较复杂 历史上有些恩恩怨怨 所以你这个检察长 要特别注意 千万不能带着主观情绪去办案 更不能搞得 人人自为 人心惶惶 一定要就事论事 王省长 请您放心 如果您和审委哪天发现我叶子晶 背离党纪国法 另搞一套 您就把我换下来 我不会有什么怨言 这点请您放心 真的 子晶啊 你言重了 我不过是给你提个醒罢了 据我所知 为改这片门面房 苏阿福向周秀丽行贿四万 周秀丽受贿后 才出面向中楼区城管委原主任 严子清和现任主任唐文林 打了招呼 要求中楼区城管委 在适当收取战斗费后 给苏阿福批办零件手续 一场大祸因此酿下了 陈主任 小招 给 你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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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晶啊 我绝对不会误会 你给老臣带个话 让他千万不要这么激动 常山出了这么大的事 仅仅是我跟唐朝阳难堪吗 他老臣就不难堪 他以前是市委书记 现在是市人大主任 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我就承认我有领导责任吗 你这几天我见了谁都见到 王省长 你怎么把我当做 陈主任的代表了 太奇怪了 做到代表有什么不好 来 我就请你做一回代表 你看 这两桶茶叶 这是上个月 浙江省党政代表团 来访问的时候送的 我可一直给老臣留着的 你帮我送给他 让他一定注意身体 少了一些无聊的小事生文器 王省长 对不起我来晚了 如果揭发的情况属实的话 那么 周修丽在这场火灾当中 就犯有毒之罪 不就时封匿名信吗 是真是假 谁知道呢 虽然时封匿名信 可你看 这个人好像对陈关伟很熟悉 而且他揭发的事情 有时间 有地点 涉及到的人 有名有姓 而且收费金额也有四万 要不 还是把信转给师纪委 这样 这场火灾案 是检察院的手里 让一辞进来一下 郑刘同志 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又盯上陈小牧了呢 陈小牧到底什么问题 你们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啊 穿得一塌糊涂 难怪人老陈 对你们公安局意见这么大 王省长 陈小牧真有违法问题 他在复兴路开个饭店 骑行骂市 而且 还发生打人事件 受害人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不抓不行啊 不就是打架斗殴吗 已经拘留了几天了是吧 行了 赶紧放掉 王省长 这 这恐怕不行吧 人家受害人也不会答应 再说 陈小牧的事件 叶姐也知道 我得说话实说 搞不好得起诉 起诉 怎么一送检察院立案起诉 子敬 你们检察院真的要起诉 那老陈会怎么想 你又怎么去面对老陈 王省长 这个案子公安局 还没有移送到我们检察院 那就不要移送了嘛 这样 你们公安局做做工作 让陈小牧多赔一点钱 让受害者不要再告了 来 小牧这孩子 我清楚 他可一直让老陈头疼的咬命 你 好 好吧 王省长 我们 尽量做工作吧 那今天就这样 好 子敬啊 我可是 再提醒你一下 严重危害安全的犯罪分子 是任何国家 任何社会制度 都不能公认的 所以对涉嫌放火的扎铁柱和周培城 要尽快起诉 如果证据确凿 就要早杀 快杀 公开杀 王省长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中证据 不放走一个 不错判一个 政流 你留一下 王小枫的事 咱俩再撤一撤 好了 那晚您出去 我爸是追你去的 肯定是这样 傻孩子你胡说什么呀 你说你爸 连死的心都有 让公安局知道了会怎么想 你还想不想让不让你爸活了 这是王省长让我带给你的茶叶 记得大火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说这大火一烧啊 烧得有些人日子就不好过 现在看 不幸严重了 老书记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常山的队伍不能乱 更不能打内战 王省长 这我得解释一下 我真不是打什么内战 在此之前 王小枫倒卖赃车 收出贿赂 我一无所知 抓陈小牧 我也向市委唐书记请示过的 唐朝阳就同意让你抓了 他没有表示反对 他的意思好像是 表示支持 行了 政流 您就别再给唐朝阳和市委添乱了 老臣那是不能碰的 王省长 陈管委周秀丽主任已经到了 请他进来吧 好 王昌公要亲自过问 放小牧一马 这当然好 但我不能这么寻思 陈小牧打架事件 如果真应该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就正常起诉 我绝不敢应 这是你的真心话 当然是真心话 这茶叶 还不错 咱们喝点 长工省长送来的茶叶 说点长工省长关心的事 我呢 反正是坚持原则 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共产党人 敬怀坦白 老书记 你就不要跟我打哑哑了 叫我来究竟干什么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情况 你还问我呢 你是干什么的 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 那些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 你是检察长 还是先说说你那的情况吧 怎么听说要对扎铁柱和周飞城 要杀掉 要快杀早杀公开的杀 这王长工怎么就这么着急啊 案子最后怎么判 那是法院的事 还没到那一步呢 子敬啊 我提醒你 你这个检察长 那是市委提名 省人民代表选举产生 所以你必须要对人民负责 对法律负责 不是我多疑啊 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啊 就是想借这两个人的脑袋 去保住另外一些人的脑袋 所以我说 方胡案得查 毒治案也得查 都得查 都得查清楚 老书记 您的指示 和长工同事的指示 并不矛盾 子强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耍花头啊 不是没有矛盾 是有矛盾 我就不同意什么就事论事 什么长山干部队伍复杂 复杂在哪儿 完全是一种托词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你们在办案的时候 网开一面 你承认不承认有这个意思 那我请问 你家小木的事情 是不是有一种交换色彩呢 所以我说长工省长办事老道啊 你看 有表态 有做指示 把事情做得 滴水不漏 很顾全大局 相比之下呢 我 陈汉杰就不是这样了 这感情冲动 打横炮 给省卫侍卫出难题 子强 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我有什么感觉 无关紧要 不过在这种时候 我们总是要冷静客观 我们任何一个人 谁都不能有感情色彩和倾向性 否则读治案的查处 就不那么有利了 可能会给一些同志造成错误的印象 好像我们不是在依法办案 而是在进行一番什么的人事斗争 这就不好了嘛 对吧 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外面有人 有个相好的男人 就是那个姓陈的 你瞧不起我爸 献我爸土 献我爸秋 尤其是去年矿上破产以后 你做梦都想跟我爸离婚 行了 别再说了 妈的事不用你管了 你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我爸的事我要管 你必须说清楚 子强 你错了 我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只是这场大火烧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 而那些混蛋 那些独自的混蛋想混回去 不行 绝对不行 所以啊 我想跟你说 你别急 他们急 你也别急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得有质量 把它办成铁案 我倒要看看这案子的后面 到底有什么名堂 我敢肯定这后面一定有名堂 要不 这么多违章建筑 就建在街面上 苏阿福不给我们的干部送钱 能行啊 就没人管 我不信 老书记 你可能不知道 苏阿福已经被烧死了 苏阿福被烧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名堂 现在不好判断 当天晚上 当我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有人 为了杀苏阿福 才放的这把火 现在看起来不像 不管扎铁柱 是不是故意放火 这起火的直接原因 是烧电汗引起的 而扎铁柱 跟方舟装潢公司的那些工人们 他们除了报复情绪 不可能跟哪些官员的 独职受贿有联系 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 够不上那些官员 那会不会扎铁柱和工人的情绪 被一些人利用了呢 这点我们也注意到了 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线索和迹象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咱们假设苏阿福没死 这是您的假设呢还是 当然是我的假设啊 咱们不妨就用这种假设去查一查 怎么 你们都知道苏阿福死了 这个蜜到底没保住啊 说吧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关心苏阿福 是不是真收了他的黑钱了 别人我不知道 我绝没收苏阿福的黑钱 那就把心思用到工作上 少管苏阿福的死货 可是我不知道 中卢区城管干部收了没有啊 城管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 如果万一他们收了苏阿福的黑钱 这麻烦可就大了 你还知道麻烦大了 周修丽啊 你这个城管委主任是怎么当的 你今天竟然还敢来见我 好啊 那你说 找我什么意思 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就是想 想来送送你 这么说 苏阿福是真死了 是的 老书记 您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对啊 苏阿福这一死 这毒质案就不太好办了 这还有说吗 五月十四日 我们就根据有关的线索 采取行动 不过办得不太顺利 涉嫌者一推六二五 好像他们已经知道苏阿福死了 江正流知道的事 还保得了密 知情者早就知道了 话不能这么说 正流同志不至于这么做 行啊 就算是苏阿福死了 这个毒质案也不是查不下去 只不过是困难大点 非得周折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收到一封揭发信 这信上揭发苏阿福送了周秀丽四万块钱 每张建筑就是周秀丽批的 举报周秀丽 那怎么没有签名呢 是封匿名信 不过看来这个人呢 对陈关伟很熟悉 像是个知情者 王生长 真对不起 给人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算了 修丽 别说了 你好自为之吧 好在 您在处理这个事件 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来处理事故又怎么了 你又说错了 我来处理事故就敢违反原则吗 你别忘了 现在常山市人民检察院的 检察长是你那位老同学叶子晶 汤文林是他抓的 王室长 我正准备给您汇报这件事呢 汤文林的事 汤局长通过我找过叶子晶 这次子晶表现不错 没一口回绝 我想 有汤局长和您的面子 检察院这会儿 不会抓住我们城管不放 当然了 我们市城管委 要负相应的领导责任 这一点我 还有 修丽 你别打着我的面子 我没这么大面子 你不是不知道 叶子晶是陈汉杰提拔起来的干部 陈汉杰心态又那么不平衡 你的麻烦会小吗 我劝你清醒一点 别整天打着我这杆破棋了 还是往陈汉杰同志那里表表功心吧 汪圣扎 您这叫什么话 这封举报信呢 你拿回去和同志们研究研究 当然 周修丽没问题最好 但是如果查出有问题呢 要是查出点什么来的 好吧 那我先想想办法 找找这个匿名举报人吧 子晶 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有点为难 不为难 为难什么呀 依法办事就是 是啊 我知道 这种案子有困难 有阻碍 这是肯定的 你想想 苏阿福一死 大火案背后的独职问题 就不那么好查了 这确实是 我们目前大火案调查 最为棘手的 苏阿福死了 在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就有人常提起大富豪 也是因为乱改违章建筑 闹得满城风里的 可是啊 不管多少人发现问题 那些违章建筑 就是拆除不了 后来有人打电话给我 老书记啊 你是不是亲自过问了 是 过问了 你过问后 那些违章建筑 就立即被拆除了 可是后来我听说 周秀丽为这事 找到了长公同志 从此你跟长公的关系 就恶化了 隔阂越来越深 对 我来送送你不行吗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怕心里肮脏的人 胡言烂语吗 我不怕 对 我们是在江城一起插过队 有过一段恋爱经历 那又怎么了 那不过是一个人的一段历史罢了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修理啊 这问题是 后来我到长山市做了市长 你在我的手下 做了城管委主任 可是王室长你也别忘了 城管委主任 是陈汉杰提的 您调长山来当市长 之前我已经是了 倒是如果我不是这些年 跟着您干大事干实事 也许我还不会得罪陈汉杰 所以请王室长别这样想问题 老书记您别介意啊 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 您就让我把话说明白 说 您不该是因为大火案 联想到别的吧 子嘉 你怎么也这么看 我能不这么想吗 你想 你周秀丽做了这个城管委主任 城管委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我必须这么想 你也得这么想 于是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五月十三号晚上火在现场 我一看 心里就咯噔的一下 消防车进不去 就是因为那片违章门俩房 路边的地方归城管围管 最后 还不知把谁给套进去呢 王室长 这么说 居堂了您只是一个开始 你以为这是结束吗 以我的经验告诉我 这场大火对常山 是一场灾难 周秀丽 让城管委主任 是我给推荐了 反正 他现在有什么问题 查查再说 妈 人反正会变的吧 我总不能打他一辈子保票嘛 买个家用电器 才保长三五年 我的保修期过了 现在的家用电器 也是终身保修了 你什么意思 怎么说 你也要查我一个 毒职罪 老书记 这种玩笑开不得呀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自经 毒职就得查 我陈汉杰毒职了 你该怎么查怎么查 任何领导毒职里面都得查 自经啊 你这次 得好好地执行 要敢于硬碰硬 老书记 您这些话 我会记住的 林市长 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一下 倒倒时差 不倒了 现在常山的天哪 都快塌了 去见唐书记 好 那我们就直接去医院 去什么医院 去见唐书记吗 我忘了告诉你 唐书记他累款了 现在正在医院打掉针呢 咱们回这儿 林市长回来了 说是直接来见您 估计半个小时以后能赶过来 到今天下午三点为止 中央有关部门领导 和省有关部门领导 也都陆续离开了常山 常公省长走了没有 他不是说 要回省城开会吗 还没有 说是晚上走 省委常委会好像明天才开 你记得提醒我啊 常公省长走的时候 我得去送送 唐书记 您这还发着高烧呢 林市长不是回来了吗 让他代表吧 不行 我就是爬 也得爬过去 真得好好谢谢常公省长啊 这次 要是没有他这么一位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挡在第一线 我们常山可就更惨了 还有什么事 任大陈主任来了一个电话 派人送了份举报材料给您 陈主任 举报材料 在哪儿 唐书记 不过是封你铭信 我看没陈主任强调得那么严重 既然陈主任专门派人送来 既然陈主任专门派人送来 肯定有什么说道 还是拿来吧 可 唐书记 您现在这样了 真得好好歇歇啊 现在不是歇的时候啊 再说 我还死不了呢 对了 林市长 老书记陈汉杰好像已经盯上王省长了 也嚷着要查隐患 是吗 是啊 这老人家又发现什么了 不知道 我看陈主任他最近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可能因为他儿子的事 拿这书吧 好 小姐 这书多少钱 这书多少钱啊 小孙子 马上以 以我的名义 给陈主任回个电话 就说 对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周修丽的这份举报 我 市委 一定会慎重研究处理的 好吧 这事儿 是不是也和常中央处理的 长工省长通个气 不必了 搞到常工同志面前反而不好 会把事情复杂化 叶姐您好 朋友您好 请不吝点赞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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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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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 得给你汇报个事 别汇报了 按规定办好了 就这样吧 叶剑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按说啊 这件事 我得让办公室按规定处理一下 可人家齐老太非要见你一面不可 你说我这 什么齐老太 你说什么呀 叶剑 你怎么忘了 这一百五十六个死难者 不都分解到全市各机关单位了吗 咱们检察院 不是也分摊到医护了吗 哎呀 真该死 这事我怎么给忘了呢 陈姐 请你原谅啊 我真是忙糊涂了 你说 咱们这户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齐老太太还有什么要求吗 总的说来还不错 齐老太啊 真是十大体雇大局 儿子 媳妇 还有一个孙子 一家三口 全都烧死了 你说这精神打击有多大呀 齐老太太 没有埋怨咱们政府一句呀 更没有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 人家就提出来要见你叶剑一面 你说我这 分到咱检察院的这一户 竟然就死了三个 是啊 对人家的要求 你说我怎么能够推迟呢 这样吧 通知一下 这样吧 通知一下 通知一下 案件的碰头会推迟一下 现在马上去见齐老太太 现在马上去见齐老太太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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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话呢 好 唐书记啊 这是我给您带的 好 好 好 谢谢 哎呀 顶强 到底是提前从美国回来了 有这么一点儿 同志贾兄弟的意思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让您一个人顶雷了啊 知道就行了 顶强 这几天 市里的同志可惨透了 嗯 从中央到省里 一批一批来人 一次一次的批评 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啊 哈哈哈哈 来 坐 好 这么大的事故 伤亡这么多 哎 也可以想想啊 怎么样 唐书记 不然在医院住一阵子 我来将功赎罪 亏你想得出来 这个时候我敢住院啊 有一口气 你就得盯在岗柜上 可贵啊 唐书记 您这精神太可贵了 就凭这一点我得跟你好好学 不过 唐书记 我这可不是有意违避啊 要不是为了坑口电站的事 我可以提前三天回来的 这我知道 其实 你回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主要是善后工作 出了这么大的事 回来 也不过是跟着一块儿挨骂 火灾要处理 今后的日子也还得过好 想透了也就理智了 招生以滋事大事 好在昌宫上也支持 为了庆祝 小孙子十岁生日 他们才碰上了这场大祸呀 小孙子的死亡照片 已经洗出来了 就挂在咱们物证室 我去看过了 物证编号是零二一一 真惨啊 十岁的孩子 竟然烧得像只叫花鸡了 唐书记啊 我真是太幸运了 能碰上一个像你这么好的领导 如果换个市委书记啊 立马让我这个市长 撒到鬼府了 我毕竟是市长了 投一个顶雷的应该是我 行了 你啊 就别吹捧我了 说心里话 咱们都应该好好的 感谢长工生长 事故以后 他一个胡轮叫得没睡 真帮咱们顶了不少的事 面对中央有关部门领导 一次一次深刻的检讨 主动承担领导责任 还挨了省委赵书记一顿好说 不谈了 说说美国的情况 唐书记啊 你在家日子不好过 我在国外啊 那日子也不好过 这大火一起 各国的主要新闻媒介全报道了 对我们这次的招商活动 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很多情况啊 那是连我都没有想到啊 咱们川口县 有个养狐狸大户叫崔百万 把一份乱七八糟的材料 弄到美国去了 招商会上 很多长山籍的侨胞都在问我 类似崔百万这种情况 会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您好 不信心 像是说美国大户 可以哦 但是,来,今朝来 对我做的事 不信心 毅业 了解 除了解 还可以 和其他人 会 爸 齐老师 齐老师 我们夜检察长来看你来了 对 有什么要说的话 您就尽管说吧 你 你是检察长 对 老人家 真对不起 我来晚了 唐书记 长弓同志那个狐狸证捷 可真是坑死我们了 你说人家催百万 养狐狸养得好好的 他跑去瞎关心什么呀 硬逼着人家贷款盖别墅 这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什么呀 现在银行催着还贷款呢 他倒好 不管了 这下子搞出国际影响来了 好了 永强 别再抱掩长弓同志了 谁都不是完人 有的时候决策失误也是免不了的 话说回来了 长弓同志在长山做了五年的市长 也确实做了不少大事和实事 你就是将来在法庭上起诉的公诉人 对 老人家 我们检察院的职责之一就是代表国家 对一切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分子提起公诉 具体的这个案子因为事关重大 我也许会出庭支持公诉 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 目前还在调查取证阶段 您不要太着急 好吗 是 是不是 是 是得好好地 调查 好好地去取证 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 对 是的 我见你 就是想告诉你这些 对那些防火是坏的家伙 一个也不能放过 还有 该对这事负责任的部门 该对这些负责任的 那些 那些管事的 都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让这大火 烧成这个样子 连 连个救火车都跑不进去 一百五六十人哪 都 都没了 我的孙子 儿子 媳妇 一家三口都 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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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 犯罪分子 坑口电站的资金 什么时候能到位啊 按合同规定 年底以前就可以到位了 好啊 这一下子就是三十个亿啊 是啊 把这个项目落实了 这趟美国你就算没白跑 这几天的雷 我也算没白顶 唐书记啊 看您说的 唐书记啊 还不止这些呢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可以争取的项目 生态农业几个项目也都签了下来 还有啊 五个异项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老大哥 先不谈这些了 您还是跟我说说五一三大火的事吧 慢点啊 叶检察长 这个事 不能说过去就过去啊 咱们得动真格的啊 这不 都好几天了 这件事怎么还没查出过结果啊 要是这样下去啊 大家都要上街游行了 要向你们讨个说法啊 叶检啊 这事我知道 一些受害者家属 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们心累上承受不了 再加上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 情绪上都比较激动 昨天啊 二昭那边 就有几个受害者家属 来找过齐老师 商量上街游行的事 齐老师啊 就没有答应他了 老人家 就为这我们也得谢谢您 政府更应该谢谢您 这把火啊 来势凶猛啊 有些情况我在电话里都跟你说了 我现在有一种预感 搞得不好 这把火 会把很多人都烧焦 其中也包括你和我 你想 死了一百五十六个人 这么大的事故 谁都推脱不掉自己身上的责任啊 有行有什么用啊 有行有什么用啊 人都走了 该走的 不该走的 都走了 对不起 这对不起 你 不是